台东市区发生一宗银楼抢案,两名歹徒持大斧头及小铁锤击碎中华路,大同路口的金钻珠宝金行橱窗,窃取一尊十三两多的黄金管银向后汽车逃逸,目击民众直呼吓死人了,警方目前循现调阅监视画面,全力追弃中。 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形,吓死人了,目击的诚信老翁说,一名身着黑衣的男子敲击玻璃后,拿着东西就跑了,还有一名男子骑摩托车在旁边等着,整个过程时间不到几秒钟,行抢的两个人看起来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,索期机车未挂车牌。 警方调查,今天下午三点四十分左右,两名男子一四尺大斧头及小铁锤走进七楼后,超银楼展示橱窗猛敲两下,一公分强化玻璃硬生生破碎。 店内人员还来不及反应,带图伸手往橱窗内拿走东西后,随即跳上机车往正气路方向逃离。 现场不仅玻璃碎满地,还留下犯案工具。 警方已采集相关物证级调阅监视画面。 店员表示,遭抢的金氏是一尊十三,六两纯金官音像,一目前市价14680元换散,损失约70万元。 遭抢的金钻珠宝金行几年前也曾发生金氏遭抢案件,负责人是台东警友会荣誉主任,地方警政关系良好。 警方表示,目前锁定两名歹徒涉案,协议据监视画面及目击民众描述,歹徒作案是头戴半截式安全帽,并戴着口罩。 因申请及穿着约为二十几岁年轻人,犯案过程约十秒钟,除了从列管治安人口调查,也将巡线调阅监视画面,并加强银楼巡视,防范再度犯案。 遭抢的纯金观音向重达13.66辆市价月六七十万元,图影楼业者提供分享。